婚姻中长期贬低打压另一半的人到底是什么心理呢 那我们今天从心理层面来看看 有可能有四种 第一种原因呢 压根看不起对方 超级嫌弃对方 所以不管对方做什么 他都会本能式地指责打压 如果你遇到这种人 没有方法赶紧离开 第二种啊 他本身是不自信的 他极其缺乏安全感的 所以他想通过打压伴侣的方式 来让自己获得能量 显得自己不那么弱 那对于这种人 你需要有很强的能量 给他认可 让他获得自信 第三种啊 在他的原生家庭当中 没有得到过关注 他本身很缺爱的 这种和第二种有相似之处 因为在原生家庭当中 没有得到过关注 所以结婚了 就想在另外一半身上得到补偿 但是他不知道正确的方式是什么 所以只能通过贬低对方 来显示自己的强大 让对方看到他 不敢忽略他 那对于这种内心的男人 你要做的 你也只是给他一些关注和认可 或者呢 你最好找咨询师 能够慢慢地 让他自己意识到他的问题 我们叫自我疗愈 才能疗愈原生家庭代表的创伤 那第四种啊 他不会爱 他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 这种人给别人造成了伤害 他其实自己也需要被治愈的 我会想伤害了 他很难以为他就会帮他 我会想伤害了 我会想伤害了 你不信任他